賴清德在執著什麼我也不懂 然後他現在也是要選舉的人 我們看到不管是徐世榮 徐老師就直接說 這個為什麼自己的家才是家 別人家就不是家 還有黃珊珊說 因為賴清德他其實說他的情況跟 廖先祥 柯文哲 顏寬恆通通不一樣 那黃珊就說哪裡不一樣 就是不用繳稅不一樣嘛 因為黃珊有特別在臉書上po文提到 就說民進黨在雙標啊 賴清德在賴皮啊 登記在柯媽名下見物被民黨側翼網紅 檢舉五樓違建 柯文哲認為違法就拆 最後甚至沒有等到地方政府的認定自己拆 賴清德呢 他不僅是總統參選人甚至現任副總統 面對自身爭議不以高標準處理 反而從事情曝光到現在就是拖 被揭發過了兩個月還要扯自家違建 跟其他人不一樣 到底哪裡不一樣 他說這棟賴清德口中 與其他人不一樣的違建 已經被新北市府查出沒有設計資料 等於欠繳多年的房屋稅還有地價稅 原來賴清德所說的 與其他人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再連稅都可以不用繳 那麼請問民進黨依法行政 依法處理很難嗎 柯媽媽的違建拆了 黃國昌的違建拆了 廖先祥父親的違建也拆了 為何你們賴清德家的違建 就可以要跟別人不一樣呢 這部分其實今天賴清德有被問到 賴清德有說這兩位徐世榮教授 還有黃珊珊的發言 基本上是與事實有距離的 他特別強調在萬里礦區的 不是只有自己的家 新北市也不是只有萬里這個礦區 還包括金山 瑞芳 換句話說 面臨相同處境的有許許多多的人 賴清德表示呢 他就開始講他 每次他們家颱風來有多慘 怎麼會漏水 年有失修所要去修繕這個房子 但是目前新北市府在礦泉廢掉之後 還是沒有提出土地計畫 沒有辦法讓區域內所有的住戶 有遵循的方向 所以他對新北市府喊話 他說請新北市府給大家一條路來走 老師 我先講一下這件事情最早的時候是說 他們家有門牌 有門牌 不是違建 有水電 有繳稅 對 那那個時候我就在就寫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 那我們以前大家還知道就是說 新北市 台北縣有很多 比如說新電系的 這個叫做西州部落 然後三陰大橋的部落 就是阿美族的 那他們都有名牌 然後都有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水電 那當時他們講說 門牌是為了什麼 他們講說我有門牌是違建嗎 那當然你知道 所以這個是為了方便繳稅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為了讓小孩子去念書 是 所以就打臉他 現在連繳稅都沒有 你跟我講什麼東西 然後你看到那個叫做戴尾山 還什麼就講說 這裡面新北市政府 我們爸爸媽媽媽 媽媽根本不知道要繳稅 因為我們知道說阿扁的時候 所有的社運都被摸頭都死掉了 小英接了黨主席 所以要把這個社運就找回來 那大部分的社運的都拒絕 那就忽然跑出一個農政 也就是說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1450的包括陳吉仲這些 蔡培會這些一堆都是農政的這些人 一些寫手 然後呢那當然知道他們就是說 當時就用了這個苗栗竹南大埔的 張家藥坊有沒有 往生這件事情嘛 OK 然後大張旗鼓這個樣子 但是唯一的就是跟他們意見不一樣 就是徐世榮教授 就是為了台南這個鐵路地下發展 他有他的堅持 所以我們回頭再講說他講了 他其實講的這些東西 我會認為說這個就是他的個性 賴慶德的個性 你可以講說折善固執 或者是剛必自用 自以為是 其實最明顯的第一個就是說 他一直要複製台南市的這個 英文當作官方語言 那那些東西為什麼他一定要執著 你在台南都沒有做好啊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美國 英國的殖民地嘛 第二個就是說當時他不進入議會 那不是進入議會這個部分 那當然你知道那是危險的 當然我們知道說地方政府 首長要去備選 這是很奇怪 世界上沒有這樣子的 坦白講啦 OK 那我目前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呢我回頭再講說 我看到這個 他自己當過地方首長 也當過行政院長 他連這些東西他都不知道嗎 OK 那所以呢我就是講說 剛才這個楊敏也講嘛 其實這些改建這些東西 是他已經當了官以後了吧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個特權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講說 他們家很窮就哽咽 你知道害我好 我前程去廟口 忽然在講他租農的時候 你知道差點也哽咽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說 因為你知道他說欺負租農 那很生氣 我其實說這兩天我最生氣的 其實很不屑的 我坦白我覺得說很不屑的 他說我爸爸給我的就只有貧窮 你講這些話太狠了吧 你爸爸給你一個DNA 然後你爸爸娶了你媽媽 難道你只有你媽媽那一部分嗎 OK 然後我必須要再講一下說 你現在講北海岸那個 是有歷史的淵源的 也就是說當時要開三輔番 然後越勇越軍 很多人就在那邊 因為跟原鄉客家很像 就留下來了 那留下來以後就開始 有一些是開礦嘛 那開礦戰後以後呢 變成他們不開礦了 開廟 OK所以他舅舅有沒有 開廟是很有錢的 你知道台灣很多 隨土保持那些都不可以見地 都是由開廟開始 你知道我老實說 你們台灣很奇怪啊 當然你知道都是由小廟開始嘛 所以你看那大大小小的廟 都可以當國策顧問就是這個樣 那後來是誰去做的呢 都變成阿美族啊 你知道基隆那一堆那 你跟我講那些東西 你跟我先處理阿美族的問題好嗎 我不認為那邊以前 做山那些人現在很一樣 那邊現在都是 就是所謂的福老客 包括他的舅舅等等那些 我是想說我很生氣 他怎麼可以講他爸爸那個樣子呢 廖先祥呢 他目前正是違建拆除ING 同時呢他也強調 就是叫機具會進場 而且全程露營 但是呢這個賴清德發言人 戴維山議員呢他還說這個 拆房子不要再演戲喔 他裡面有特別提到了 他說其實這隻怪手進去 直接拆就可以啦這樣 那廖先祥又跟他說會嘛 全程露營 好結果繼續再報 再報什麼呢就是 廖先祥父子又 展工有地狠賺五千萬 這個是洪生漢 算廖家成了戲子追夢人 好那麼同時呢 主要是因為他的父親的部分 被控在戲子違法經營停車場 新北市交通局呢在今天有說明 他說空地可依法申請停車場 而這個停車場也查 有稅及登記的資料 但因為沒有申請設置 11月2號就發函 請負責人依規定申請 以及取得登記證 如果與其沒有提出申請或改善的話 依法呢就會要限期改善 如果還沒有改善的話 會連續裁罰會罰錢的 那包括我們看到洪生漢是怎麼打嘛 包括我特別提到了就是 廖先祥父子又強調又 侵占十幾筆新北市府管轄的公有土地 還有違反使用了土地的使用分區 違法經營停車場 所以長年算下來 不法獲利超過了五千萬元 好所以才會酸他們廖家是戲子追夢人 那我剛剛特別強調 就是說民進黨呢持續發動總攻 感覺上有一點點在複製中二戰法 也就是當時是這一招成功的扳倒了嚴家 而且打這個部分其實你 因為廖先祥年輕嘛 那打這種東西的話 有一種相對剝奪感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是民運黨的用意和目的 老師 反正他是穩賺不賠 他認為是穩賺不賠 大人打小孩嘛 其實我想廖家應該也是跟賴家 應該背景是一樣 內區塊的都是挖礦工出身 沒有 剛才波及也提到就是說 現在已經變成用地的問題了 你不要去轉移那些目標 其他的那些稅啊等等 違建那些都已經確立了啦 那當然我們知道地募的這個使用啊 這些東西現在當然是權利 包括地價稅這些東西 都是在地方政府沒有錯了 那現在民進黨有一點要請軍入貿那種感覺 這要新北市去拆嘛 或者是幹什麼強制 你知道你一強制的時候 然後全面大家都反彈 我是這樣應該一個通盤的啦 你如果真的關心類似的山坡地 等等那些東西就通盤處理嘛 那我是想說 光是我們樓上頂樓 你知道都會 你知道都會有那個漏水嘛對不對 那當然人家會建議說 你要不要做個簡單的什麼樣子 但是人家會講說 你一個人家把你認定你是一個新的 你當然會去檢舉的啊 那是很麻煩很麻煩的 所以我們說算了 也就是說你知道 所以你們知道 我如果下節目的時候呢 都有時候在下雨季的時候 我都會帶一桶那個防水器回家 在賣場就是有機店去買 OK 在另外友台那邊我都會這樣 那沒辦法嘛 能做就做啊 不能做的話再說吧 我只是想要說 你知道樓什麼叫樓啊 剛樓嘛對不對 以前那個超樓就是用炒的 頂多就是鐵皮啦 鐵皮 頂多是一個鐵皮而已嘛 對 而且它可以成兩樓 可以 你知道可以長高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不可 這是一個不可 這些樓啊 我們都在台灣外面說 把他搭一下 炒平啊 還是說地方稍微扯一下 那叫做樓啊 對啊 我是這樣講說 其實不只是說 我們礦工過去的工樓問題啊 我們在地方上很多農舍 農舍改建 那我也同意說 我們農舍可以像日本一樣 做得漂漂亮亮 但是又不要讓我們的農地變成 好像很零碎化 對 或者是說我們一個工具的地方 那你知道工具的地方 如果把它當成一個停車 可以嗎 好像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是不可以 你知道我們家裡前面那個 就是帕迪娃怎麼說 塞道谷的那個地方 那你當然是用阿摩托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縣政府的人 就跟你囉嗦啊 你為什麼弄得那麼漂亮 可以停車是不是 你知道那地方上有太多 那些妹妹咬咬的東西 你就一體適用就好 但是我最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說窮不能拿來當違法的 一個藉口 更何況你是政治人物 要選總統的人 我只能這樣講好 就是說 你知道我印象中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以前一個州族的一個年輕人 叫湯英生是不是 湯英生 他到台北還是到哪邊來 然後呢 因為那個老闆把他的身份證 把他扣押了嘛 結果他好像就把對方 打得像怎麼樣 他就後來判死刑的樣子 你知道我在鼓 我也知道 我知道的朋友 你知道 因為原住民他們有時候 我們的朋友 就是說有時候他們保留地 保留地不能買賣 但是要念書 每一個人去念書 就要賣一塊地啊 OK 我還有看過姐姐就是 坦白講就去賣生 然後讓你念大學 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 像這種悲慘的事情太多 我再講一個如果可以的話 我岳父當時是考上師大 然後呢他的爸爸不讓他念 OK 只好他去念海軍官校 當職業軍人 你知道有多少人 有類似這個人 你算是很熱 你不要跟我講很苦好嗎 我就以前大家都很苦 坦白講 大大父母都是這樣過來的 對不對 有錢人不多 我們三代這樣的努力 讓你民進黨就這樣揮力 你看你今天又要補貼 多少房租了有沒有 那些都亂七八糟 根本不是 你的整個高校崩盤 他有去面對嗎 沒有反正就是 所以剛剛在講波及 或者是主持人在講說 其實他們現在意思是 我低空廢過就可以了 我基本盤 百公百業35% 45% 複製阿扁 然後呢 我也許就是說 也許不能過半 但是我維持最大的檔 那就夠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 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 超級食物的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